嗨,大家好,我是欧吉桑 欢迎大家收看2022年3月4日的澳洲一分钟 总理穆里生针对新南威尔斯这次水灾 在周四公布一系列的资金援助计划 目的是支援农民、小企业和社区在当地清理以及灾后的重建 接下来,坤士兰州长表示 针对今天关闭学校以及昨天下午要求父母提前接走学生的困惑深感抱歉 因为气象局预测天气不稳定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危害 虽然没有像预测的那样也给所有东南部的父母带来不便 不过基于安全考量还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最后坤士兰今天下午6点解除室内口罩令 但在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监狱、机场以及飞机上仍然需要戴口罩 那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餐厅以及其他的场所限制保持不便 卫生局及专家都希望大众要随身携带口罩 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建议还是戴上口罩 因为口罩是防治疾病传播的最简单的方法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澳洲一分钟 我是旅澳将近30年的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